最漫長的一夜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扎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創世記》四十八章 十至十六節 由於年老 雅各的眼睛分花 幾乎看不見了 若失就把兒子帶到他根前 雅各親吻並擁抱他們 雅各對若失說 我從來沒想到還能再見到你 可現在上帝竟讓我 見到你的孩子了 若失把兩個兒子 從雅各兩室中領出來 自己面伏於地下拜 然後把兩個兒子 領到雅各面前 他用右手拉著以法連 帶到雅各的左手那裡 又用左手拉著馬拿西 帶到雅各的右手那裡 可時 雅各卻交叉雙臂 分別放在兩個孩子頭上 把右手放在次子以法連頭上 把左手放在長子馬拿西頭上 然後他祝福若失說 願我祖父阿伯拉罕和我父親以撒 所跟隨的上帝 就是牧養我一生直到今日的上帝 那位救我脫離一切患難的天使 賜福給這兩個孩子 願他們使我的名字 以及阿伯拉罕以撒的名字 流傳下去 願他們的子孫大大繁衍遍布全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你如何稱呼上帝 年老的雅各祝福若失的話語中 是這樣稱呼他的上帝 稱呼上帝 第一 我祖父阿伯拉罕和我父親以撒 所跟隨的上帝 雅各自己經歷到 上帝是那位掌管歷史的上帝 他所允許的一定會實現 不會因為一代不如一代 而棄絕他的簡選 稱呼上帝 二 牧養我一生直到今日的上帝 雅各還在母福中 上帝已經選定他是大的 雖然他一直以為自己是輸家 但是自從他逃避以素追殺 離開父家開始 上帝就不斷向他顯現 用各樣的方法 迫使他面對上帝 牧養他直到中老 稱呼上帝 三 那位救我脫離一切患難的天使 雅各一生憂患重重 家庭分裂 被哥哥追殺 被舅父欺壓 女兒被獄 愛妻祖誓 長子亂倫 又以為愛子死於非命 饑荒流落移鄉 但是雅各在各樣的患難中 仍然認定上主是他的拯救者 你呢? 你如何稱呼你的上帝呀? 如果我們要從家族歷史 人生經歷 以及曾經遇過的患難來想 我們要如何稱呼我們的上帝呢? 多謝您收聽由和諧頻道製作的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折禄自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天天親近主 歡迎您在我們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 拜拜